再來一個問題 美國、加州、California State,California 蓮花罩牆 請問入三昧地時 還是禪定 时尊在三昧地、弦击中、提道、四禅中 都有神事存在 但有没有神事也不存在的情形 神事也融入虚空 又神事等于佛性吗 他这几个问题我在这里解答 四禅 禅定的时候可以到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这是四禅 等于四空 四空天 等于是四空天 那么都还是有神事存在 都还是有神事处在 但也有神事不存在的 那就是师尊刚刚讲的 师尊刚刚讲的 那个 道 完全无所有的 完全无所有 更进去 完全没有的 连神事也不存在的 就是说 一刹那之间 你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还以为说 我只是禅定一秒钟 其实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这个就是神事也融入虚空 又神事等于佛性吗 我告诉大家 好像在《为事》里面有提到 眼耳必舌生意 然后再来是 就是 叫什么是 莫纳 莫纳事 莫纳事 莫纳事就是六个事全部中和 就是总事 莫纳事 再来是阿纳亚 阿纳亚里面 也有静 也有清静的 还有维系的 巫控 按照 维事所说的 就是 阿赖亚事 场如来 如来 如来场事 如来场事 就是 佛性 就是佛性 是藏在 第八事 里面 还有另外 还有一些东西 在里面 所以神事 等于佛性吗 这里讲的神事 是眼耳 笔舌 生意 莫纳 跟阿赖亚 阿赖亚还不是 要到了 真正的 第九事 第九事叫做 清静事 最后 到了 第十事 就无后 无寇事 无寇事 才是等于佛性 是这样子的 那么佛性 本身来讲起来 其实佛性 也包含了 整个八事 最大的 它包含了 所有的神事 也叫做佛性 最小的 就到了 无后 无寇事 就是 清静事 讲起来 所以你 学习为事的 就可以知道 什么是佛性 什么是佛性 中观的 也是一样 可以 到了最深的佛性 佛性是很难解释的 所以有一句话讲 所以佛讲 不可说 指的就是佛性 因为没办法解释 没有形体 没有像 佛性 佛性是不可说的 所以现在 我跟你解释 神是等于佛性吗 神是是佛性 也非佛性 只能够这样跟你解释 这是回答莲花造墙 嗯 我